放冷氣啦 炎炎夏日 去哪裡最消暑呢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到 安全的高山避暑 這裡交通順暢 氣候宜人 副離子 爆表啦 還有全新完工的清水區 快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去看看吧 記得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關注FB粉絲頁 可以獲得最新訊息哦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優年駕駛 在夏天早上 優年駕駛竟然穿著長袖 就知道這裡非常清涼 這個地方呢 它的副離子爆表 還有瀑布的水量爆表 到各位遇見滿滿的幸福 現在跟著優年駕駛的腳步 一起去看看 今天帶各位到 南投縣山林溪森林生態度假園區 一日遊 從台中往山林溪 如果坐頭班車6點45分 出發到山林溪大約是11點 最晚回程的車是4點25分 一般是坐下午2點50分這一班 到達台中是5點05分 行程比較趕的朋友 可以考慮直接搭接駁車 我們這次規劃三個鐘頭的行程 是以步行加上接駁車的方式 兼顧健身與時程 第一站我們帶各位穿越石拱橋 到銀杏森林享受芬多金 這一條是青龍絕類步道 這裡是銀杏湖 諧音銀杏福 走在這裡滿滿的芬多金 愜意自在 看起來這邊的水門是打開的 可能是為了防洪防汛 所以他提前把水門打開 但是呢 這次的卡弩颱風 並沒有帶來非常多的雨量 看起來這裡是非常OK的 沿著步道往前走 可以看到觀景台 一次游的朋友 建議在這邊休息之後 就可以折返 到遊客中心那邊用午餐 這裡可以秒看巴巴吊橋 以及石井基的景致 回到遊客中心小氣片刻 我們繼續帶各位走步道 去看今日的主角松茸岩瀑布 現在我們步行來到了川林戰道 這裡的步道建置的四通八達 鳥羽花香非常舒服 現在我們出發吧 一大早就放冷氣了 雲雲鳥鳥 山林良 威風喜來 草之百 太舒服了 走走走走 水光煉焰情偏好 山色空蒙雨一齊 玉把西湖比西紫 淡妝濃膜總相宜 jar天上山吹冷氣 夏天上山吹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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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川林战道全长2.1公里 旁边就是一条小河 潺潺的溪水 原始的森林 让人身心舒畅 这里是酒吧红桥 也是这一段森林步道的终点 过了酒吧红桥 就到达花卉中心 花卉中心有提供厕所垃圾处理点 这边还有休息点 饮水机 还有售票处 餐厅非常的方便 穿越花卉中心之后 这一段是热山林道 总长约1.2公里 30分钟 这里是最新完成的 我们的九九吊桥我们来看一看 目前看到吊桥下方新设置了清水区 我们现在去看看 吊桥的两侧都有联络到可以下窃到清水区 这里是全新成立的清水专区 有清澈的吸水 满满的分多金 还有美丽的风景 满满的风景 我们继续往松龙岩瀑布的方向前进 终于到了 我们走过2.1公里的川连栈道 加上1.2公里的热山步道 终于到松龙部落的松龙岩瀑布 太壮观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哇 各位觀眾 在我身後就是現在最夯 最健康的避暑聖地 三頂溪松茸岩瀑布 目前是雙爆的狀態 水量爆表 不離子爆表 松茸岩瀑布 磅礡的氣勢 秀麗的緊緻 加上高達38公尺的落差 使它贏得了三頂溪首頸的名號 目前是風水旗 清零現場 感受水花飛溅 氣象萬千的氣勢 真的是季節限定 難得的體驗 這裡是松茸岩 以沙岩為主體 因為熱帳冷縮 風化波石而成 松茸岩與四周 蒼玉、樹海 以及幽靜的溪谷 構成一塊生機 暗然的祕境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就是松茸部落的油原車後車停 這裡有售票 一個人從松茸部落到遊客中心 票價是四十元 十五到二十分鐘會有一半 兩張 選票 回程我們就可以坐油原車 非常的方便 這裡就是後車停 今天我們帶各位從山林溪的遊客服務中心 先穿越青龍蕨類步道 到銀杏湖去賞景 這一段安排一個鐘頭左右的行程 接著再走林間站道 再走樂山林道到松茸瀑布 它的路程大概3.3公里 走兩個小時左右 含拍照的時間 蠻舒服的 整個林間站道幾乎都不會曬到陽光 旁邊就是清澈的溪水 滿滿的芬多金 還有副離子 建議各位早上走過來之後 可以坐遊原車回去 一個人四十元 總共八十元 這樣子安排半天的行程 就非常輕鬆了 這裡的遊原車 除了代步 還有導覽服務 這裡是花卉中心 這裡也有遊原車的後車處 在銀杏湖那邊的銀杏 也只能慢慢變成了 那就每個月都要來 那如果非常喜歡欣賞銀杏的貴賓呢 也可以到這個十二生孝灣 有一個陽灣 陽灣那邊呢 大名單茶園 走了啊 謝謝囉 拜拜 搭乘公車過來的朋友 建議預留半個鐘頭的時間 比較保險 今天的午餐 我們準備吃 家裡瘋磨好帶過來的炸雞翅 簡單微波就可以吃了 非常方便 擺上家裡準備好的花椰菜 營養又健康 簡單吃不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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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連西的住宿 有三連西大飯店 主題會館還有木屋區 在夏季這裡非常熱門 一定要提早上網店房 一日游的朋友 这里有野餐区 也有附设餐厅 可以多加运用 三连溪道路通畅 气候宜人 还有满满的芬多金及负离子 是夏天的避暑圣地 为自己安排一趟健康的旅程吧 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经验对各位有帮助 我是优娘驾驶 我是副驾驶 我们路上见 拜拜 张马尤